运运又开始了 买票难的话题又多了起来 最近一位叫弗利特·凡德安的网友 因为买票的事非常的愤怒 结果他就发了一条微博 微博这样说 说下午到车站买高铁票 去了之后人家说没票了 害得我跟孙子似的求人去买票 但是结果上车一看 耶 车上包括我在那一共才三个人 我们来看看他贴的这张图片 您看看 可不是吗 整个车厢里面空空如也 就三个人做了一整节车厢 微博这么一出 立刻被封转了几万次 面对舆论压力 北京南站的解释说 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操作不守导致的 没说是临时工 好嘛 这铁老大的票务信息实在是太神秘了 连自己人都能弄乱了 最近浙江的柳先生 也被铁老大的票务系统弄得晕了 他和21名员工协同作战 上网去抢春运的火车票 可是放票的时间刚刚到 就显示没票了 眨眼之间22个人去买火车票 结果呢 一个人都没买到啊 这票到底去了哪里呢 愤怒的柳先生现在向铁路部门提出了申请 要求你要公开票务信息 结果还用响吗 当然没有得到回应了 这都喊了多少年了 可是铁老大就是把票务资源握在自己的手里 绝不愿意市场化 就算是建了一个12306的购票网站 也是123没咯 同样一片质疑啊 有媒体报道称 这个网站的建设金额超过了五个亿 然而有业内人士就表示了 像这种网站最低一个亿就可以搞定 要是花上两个亿 那就是豪华配置了 可是现在呢 花了五个亿 建起的网站却是问题频出啊 至于这五个亿到底是怎么花的 那依然跟车票的信息一样 属于保密 对于这件事 我们来看看新花网是怎么说的 标题是 铁老大报警垄断漏洞 只会越捕越多 文中说了 铁老大绝对垄断 铁板一块的姿态早就该放下了 一票难求的顽疾 到逼铁路系统改革 已是势在必行啊 如果说铁老大继续是 暴紧垄断 不开放 固步自封 拒绝市场化的话 漏洞只会是越捕越多 确实啊 如此一家独大 垄断经营的铁老大 我们还怎么奢求他 能够为我们客户来服务呢 嗯 就能够 fürs做 这些umo式的